各位晚安 大家好 今天就想跟大家講一下 綠色日價 Green Premium 其實我們在會計裡面 或者日常生活 我經常用一個 Terms 就叫做機會成本 就是說我選了這個之後 選了A 放棄B的時候 那它那個機會的成本會是多少 就是說譬如你是讀會計出身的 然後你又不是從事會計這個行業 那你損失了會計 做會計師的收入 而去做其他那個損失的收入 就是其實你的機會成本 那麼在綠色的環境裡面 有一個用語就叫做綠色日價 Green Premium 那就是說如果你用一些更加環保 更加低碳的時候 我們用那種產品 我們要給多少的日價呢 譬如可能我們以一些 美國的航空油為例 現在大概每一卡輪 大概就是兩個二毫二 就是一用美金 就是用普通的航空燃油 但是如果用零碳燃料的油 就是每一卡輪就五個三毫半 那麼它的差價就是三個一毫三美金 那麼這些一定會反映在落機票裡面 就是說加了那個機票的價格 那些顧客接不接受呢 在每一個國家都不同的 有些國家因為是發達的國家 相對來說 這個日價佔它的收入是少的時候 它就會去願意付出 反而在第三世界的時候 因為它們連食物都沒得食的時候 你要去支持環保的時候 相對來說 在那個綠色日價 在它們佔的百分比 就會是高 那對於它們來說 就會是很難接受 那為什麼我們要計算這個綠色日價呢 其實就是告訴大家 我們究竟有多願意 去找一些 給了這個日價去取代原有的物品 那麼高日價和低日價的分別就是什麼呢 低日價就是說呢 我要去找取代品 其實就沒什麼藉口 因為其實那個相差不是太大 那麼你給多一點點錢 去買一些綠色環保的東西的時候 那麼大家都是會願意去消費在那裡 因為大家都要為了未來的環境好 但是如果是高日價的時候 就是意味著 其實這個發達的國家 即是發展了的國家 是需要承擔多些 是去做一些研發 或者是一些改善一些新的技術 希望是將那個碳排放就減低 那麼反過來 低日價只是在那個宣傳 還有做一些推廣 政策上的功夫就可以做到 高日價的時候就是需要國家 或者一些企業 大力去做研發 比撥多些經費去做 如果不是呢 沒有辦法將那個日價 就降得低 那麼有這些量化了的值的時候 就可以一步一步 就將那個碳排放量 就慢慢去減低 如果不是的時候 大家經常都提倡那個碳中和 那麼怎樣去做呢 沒有一個量化的數值去做的時候 就很難去做的 今天想說的綠色日價 就到這裡了 有什麼可以留言 大家聊一聊 拜拜